伯仁传161集,左梁娜开启双勾玉写轮演。动画制作组出错了。 日本动漫活影忍者博人转动画第161集,将于8月16日更新,标题为《噩梦之城》,《漩涡博人》,与制播所两码。 沐叶丸和曼叶正在调查逐渐细胞的事情,一行人来到墨之国,在一家店主那里打听到一些线索,把矛头指向一位叫悟奇的人。 悟奇和神秘人有来往,将要在天桥处交易,漩涡博人一行人兵分两路,暮夜晚假扮悟奇和漩涡博人前去接应神秘人。 与制播所梁娜和曼叶在暗处观察,神秘人出现后,自称是幕后人的管家,管家为了考验悟奇的能力,竟然在自己的身上加入了柱间细胞。 看过火影人者的观众,对柱间细胞有了一定了解,柱间细胞是从初代火影牵手柱间的体内取得,柱间细胞对人的好处比较大,可以激发身体的力量。 但柱间细胞的坏处也很多,能够适应柱间细胞的人非常少,大多数人无法适应柱间细胞而死。 只有当悟奇医好了管家,管家才会信任悟奇,从而带悟奇去见幕后人。 漩涡博人和木叶丸眼看住到在地上的管家,露出痛苦的表情,无奈之下,漩涡博人一行人把管家带到解比奈,由于解比奈正在研究四月的样本,对柱间细胞有了一些控制。 在解比奈的帮助下,管家体内的柱间细胞得到了控制,管家清醒后,暂时对漩涡博人取得了信任。 漩涡博人知道一位住在墨汁国的福球城的大富豪与柱间细胞有关系,漩涡博人一行人继续调查,眼看住就要查清楚了。 但此时,可组织的维克多和迪帕开始了可疑的行动。 解比奈为了研究柱间细胞,没有经过四月的同意,自作主张提取了四月体内的样本。 四月是大蛇丸制造的人造人,大蛇丸掌握了其中的技术。 在之前的剧情中,大蛇丸提到并不想让外人研究四月,毕竟是大蛇丸的技术。 从四月身上的样本来看,可以一毫不适应柱间细胞的人,说明大蛇丸掌握的血脉技术比柱间细胞还厉害。 另外,有一个细节出错了,与直播左梁娜在预告片里开了双勾语写轮演,但在正片中还是单勾语写轮演。 动画制作组细新一点,这个错误可不小,毕竟与直播左梁娜还没开双勾语写轮演。 好了,本期就说到这里,有不同观点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,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动漫分析,请大家记得关注我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